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四的孫子市發 我是iMoney的主持林展峰Dennis 繼續有Ricky在 今天的市況也是假期前可能比較悶 恆生之數跌了87點 報24575點 整體大市不是超弱的 主要是一些科技股拖累 恆生科技指數跌幅比恆生指數大 恆生科技指數跌了77點 跌幅1.26% 相對來說恆生指數跌了0.36% 一些大型科技股的走勢比較弱 譬如騰訊或阿里巴巴 都跌幅比較大 我想其中一個因素都跟外圍有關 因為自從鮑威爾原儲局 他們就有一個加息的 不是一個加息預期 應該是一個縮減 那個買債規模的一個預期 之後其實那個債息就有點異動 其實外圍都已經有所反映了 見到美股其實都有一些調整在 港股的一些科技股其實都跟美國的一些科技股一樣 可能都受著債息的影響就有一個調整在 Ricky你對那個通脹又或者債息那方面有什麼看法呢 通脹 債息 其實通脹 其實我這節目都講了一段時間 如果大家記得聯儲局 白瓦爾常常講的 之前暫時的 通脹是暫時的 不用怕的 自自然而 即是早期要講的 自自然在今年年尾到 至於第四季 就慢慢慢慢回落 他估計當時的通脹 兩三個月是貨幣很快結束 我們一直都以為不相似 你看到一個月是5% 兩個月是5% 三個月是連獄 三個月是超過5% 他還說 應該是四個月 他還說一直都是暫時暫時的 但直至過去一個多星期 就開始後風有點轉 特別是今個星期的情況 就比較明顯了 他開始說通脹 他說現在可能比預期更加長的維持 通脹之前一直說暫時的 現在不是了 可能是結構性和持續性 不過他都死撐著 不過可能最終都證明是暫時的 不過最終即使證明暫時 但是如果這個通脹 這些高通脹的時期 現在形容 如果高通脹的時期 維持得夠久的話 他都可能對大家的行為 至於預期有影響 行為可能大家可能見到這陣子 美國好 英國好 很多行為大家 如果看新聞報道 上YouTube看 或者看電視 都知道 這個人又搶 這個人又搶 特別是英國特別厲害 所以整個形勢 很明顯看到通脹 不是暫時的 不是幻覺 是真實存在 現在反而的關鍵是 究竟這個通脹有多厲害 這個就是大的關鍵 有些一直都說 其中一些比較出名的 就是Muhammad El-Awin 你也很熟悉 基金界的人 是 他經常都說 聯儲谷衛你搞錯 不是 暫時的 一早 他早幾個月都叫 快點動手 不好 就繼續QE 現在 就被他誇張 這個跟我們看起來很相似 我一直都覺得 暫時不相似 明明都不斷升上去 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這樣 昨天 鮑威爾這個星期 既在國本時說 剛才有說話 接著他在歐洲央行 一個央行的會議 跟拉加德 歐央行的行長 或者總裁 以至英倫銀行的行長 都是說類似情況 就是供應鏈的情況 之前就預期供應鏈 問題是很快解決的 拉加德說 之前聽經濟學家的估計 沒有幾個星期搞定 你就沒事了 現在他說看了 不多次 暫時都未見到 是解決的 而 而 威爾也在會議上說 這個供應鏈的問題 就比他們預期更加久 所以現在 都比較麻煩 其實你看到很多報道 都是供應鏈 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全世界 天然氣 大家會比較關注 而貨物方面也是 譬如在美國那些 據報道也是 譬如在洛杉磯外面的碼頭 很多船都在外面遊翼 賣不到去 那些貨物不能進去 那怎麼搞 英國更加是 沒有司機 貨車司機都沒有 大量短缺司機 搞到經典的情況 是令到油價 天然氣 當然天然氣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導致價格上升 其實不止天然氣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 空障形勢 現在看來是比較嚴峻 是 裏面提的 運動 在下地方 這樣 所謂 就不去 衝撞 你 超重 重